11月14日,北半球水城威尼斯经历了150年最危险的一周 洪水警报响彻整个城市 根据潮汐监测中心给出的数据显示 当地最高水位一度达到1.87米 整个城市一片汪洋,超80%的地区被淹 11月20日,洪水已让威尼斯当地大量房屋、商店、古迹和文物遭到破坏 其中,著名的圣马可大教堂的马赛克人行道和壁画受损 而号称全球最美书店之一的威尼斯地标沉船书店所在的街道也被淹没 近日,新一轮洪水来袭,一些著名的地标建筑再次被淹 威尼斯市长表示,修复费用可能超过10亿美元 11月11日,南半球悉尼首发最高等级灾难性火警 澳大利亚进入史上山火最危险的一周 澳洲野火是每年入下的自然现象 但澳洲已连续三年干旱 且今年火灾开始之早及规模之大,是历史罕见 野火从今年8月就开始燃烧 火灾数量在11月迅速扩大 大火以新州和昆州为焦点,已向全国铺开 11月21日,维州最高的丛林火灾警告红色代码发布 三天内,悉尼两次被禁在100公里处的丛林大火产生的烟雾包裹 澳洲六个州省全部处于与大火奋战的状态 今年6月,联合国发布了一份全球评估报告 报告显示,人类的生存面临威胁 相当长时间以来,科学家们一再拉响警报 气候变化导致地球升温 再不采取行动,地球和人类以及其他生物都将毁灭 而拯救地球所剩的时间屈指可数 国际社会和许多国家政府都承诺要采取行动保护地球 减缓气候变暖的速度 而与此同时,相对2018年世界各地遭遇的异常酷暑 情况还在继续恶化 因为气候变化引发一系列生态环境变化 种植可可树会变得愈发困难 用来制作巧克力的可可豆将成为稀缺原料 当然,这只是因气候变化而濒临灭绝的物种之一 由于可可树和其他类似植物 需要生长在温暖潮湿的环境里 地球升温的结果是适宜种可可树的地方越来越少 另一个完全可能发生的情况是 北极附近的冰盖彻底融化 那时不但北极的动物大难临头 地球其他地方也无法避免冲击 北极冰川融化将引发一个恶性循环 地球表面能够反射热量的冰盖越少 地球升温速度就越快 而这又导致更多冰层以更快的速度融化 冰盖融化变成海水 海平面上升 一些岛国便会沉在水面之下 比如马尔代夫 这些岛国需要整个国家搬迁 0.5摄氏度的区别是海平面是否多上升10厘米 气温上升的影响和其他人类活动 比如砍伐森林结合在一起 对水循环的影响不但巨大 而且难以预测 这意味着干旱和洪涝灾情比以往会更加严重 就像今年威尼斯的水灾和澳洲的山火 面对气候的变化 地球变暖 珊瑚的绝望已经广为人知 如果升温2摄氏度 那么全世界海底的珊瑚 将百分之百消失灭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瑚